欢迎回来关心国际焦点 尽管日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贬值 创下34年新低水平 不过日本央行一如市场预期 依然暗兵不动 今天宣布将基准利率 维持在0到0.1% 但156日元对1美元 一再刷新低点 日本央行今天结束 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强调 未来两年通膨率将持续 维持在2% 表明央行还会继续增加购买国债 以防堵长期利率飙升风险 由于当前没有直接控制汇率 一切波动可能对经济和物价 产生重大影响 日元对美元汇率 今天一度贬值到156日元 兑换1美元 这是1990年5月以来 34年的新低水平 4月以新低水平 提供放入